所以神很清楚說你要記住 是魔鬼是你們的戰爭 你們要打出有屬命的戰爭 你去對抗它 所以說不要它怕 耶穌講了一句話 祂說你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 不要怕他 說要把身體和靈魂滅在陰間裏面的 或者在地裏面的正要怕他 你知道嗎? 今天魔鬼可以殺我們的身體 陷害我們 使我們面對死亡 但是我們不怕 為甚麼呢? 因為它只可以殺我們的身體 不可以殺我們的靈魂 這是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們所打的是一場屬命的戰爭 我們要試試來警醒他們自己 因為這個戰爭是來自這個魔鬼殺人的 好清楚說 魔鬼要把你中間兩下在監裏面 是他的首領 藉著這個甚麼? 藉著這個羅馬帝國的政府 藉著這個有派人出賣你們 你們要面對這個迫迫 你們要被施念 你們必受苦難 萬一十日 十日是甚麼意思呢? 十日有兩派的新藥學者解釋 第一派是十日 是一個完整的數目 是一個很漫長的日子 另一派是十日 過了就沒了 意思是這個日子是會斷子的 一派就說不長不長 不知甚麼時候會斷子 一派說真的有十日會斷子的 無論你們怎樣說也好 意思是甚麼呢? 意思是這個苦難不會繼續下去的 有一天總而言之會斷子的 只不過是一段的日子 不是一個沒有止盡的日子 因為這個代表是一個很大的神聖 然後今天我們所討的痛苦 我們所受的這個患難 不會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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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斷子的 雖然我們會面對忍辭 會面對這些困難 面對這些苦難 但是你忍辭 因為有一天會斷子 不會斷子 因為只不過是十日 那一日子是十日 是一個代表性 但是意思是他會斷子 他會斷子 他會斷子的 因為上帝會插手的 你發現很奇妙的 當這班人面對這些迫不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祈禱是甚麼 我們祈禱說 上帝要面對這麼大的苦難 現在我要面對一個生意失敗 我面對一個死亡和失敗的時候 你可以將這些事拿走 把苦難拿走 我走上帝 我們祈禱的時候 你是這樣的 我們跑去上帝就立刻來插手 使得我們處理這個困境 處理這個困境 處理這個困難的地步 但是你發現 師命那狗的東西都一樣 狼狼政府 哪補我們 使得我們狗這麼慘 使得我們狗這麼慘 你不可以 你落力 你做這種位置 我們爭折 你就將它脫去吧 但是上帝沒有給他們一個答案 上帝 很多時候我們怕夢不能夠 那你不夠我們處理困境 但是上帝沒有重任何事 上帝指給師命的教會 看 七個字 他說什麼 你胡要致死忠心 你胡要致死忠心 七個字 七個字 意思是你不會走了 你要面對它 你很難你要仇 十字架在你面前 你要仇 這個腹杯 耶穌基督幫他面對十字架的時候 他也知道這個腹杯 他說 神啊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拿走 不可以的話 我願意順復你 放在你面前的 十字架 這個腹杯 很多時候我不愛這個腹杯 因為很痛苦 你和我都不愛 但是神的意思是 你仇 腹杯你又有 十字架你要仇 你要仇 但是你要什麼呢 你要致死忠心 這個是神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 麗姐妹 有一個 新了的學者 是講過一個很有意思的秘言 他說如果今天你是一個船長 你是拿著這個船 這個船的一個船 這個船 這個船 當你一天 你看到這個深海 大海的時候 忽然間 有一個無風無雨 很多的海龍 駕入你的船的時候 你的船在那翻騰 差不多沉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呢 這個船長就說 天父說 如果你願意 就將我救給你 如果這個船要沉的話 我也願意順過 但是無論怎樣 我不會放下我的船 但你知不知道 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今天無論遇到任何的事 患難也好 迫不也好 我們是刺手至我們最主的信心 我們不會放 就算我面對死 我都不會放 對不對 這個就是忠心至死的意思 這個忠心至死的意思 就算我面對死 這個信仰 使得我面對死亡 使得我會喪命 我都不會放 我們忠心 僅僅持守戰 我不會放 這就是施命令教會 一個最大的 一個面對的問題 我相信 我們今天也要 給我們一個 沒有做語的提醒 這個屬領的恐慌 就是很多時候 當我們為主受苦的時候 我們往往被求主 來拯救我們 處理我們的苦難 我們還以為 有神 一刻就 一刻就 一刻拆入 使得我們 為我們 處理這個 這麼重要的困境 這是我們 另外一班 屬領的 這個的規律 當時我們發覺到 我們的屬領的規律 和神的屬領規律 卻是不一樣的 當我們面對 這麼大的 迫迫和苦難的時候 我們發覺到屬領 好像沒有聽過我們的結論 也沒有一刻解決 我們的問題 我們就開始灰心 我們就開始 什麼呢 放棄 再不來教他 這是我們所面對的問題 所以第一回 我們屬領 侮辱自己 以為屬領的規律 叫自己 失望和放棄 神 只比你 七個字 你要 呼要 致死忠心 我就 賜你身裏 感冕 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屬領規律 中間一切 為什麼會發生 為什麼會發生 發生 都無所謂 都不需要問 如果要問 我也會解釋 有些解釋 解釋不來 為什麼 偏偏不提過 不是他 為什麼這個病人 在我身上不是他 我這麼愛主 為什麼要遇到這樣的煩難 我愛主 這麼愛主 為什麼會面對這樣的迫迫 為甚麼 不要問 為甚麼 神給你的慈喳 只不過是甚麼 你要自死忠心 你對我忠心就夠了 已經夠了 你不需要問那麼多 因為有一天 練得性的時候 我要將生命的冠冕 賜給你 你看這位 非常美麗 上帝要將生命的冠冕 賜給我們 生命的冠冕 這個冠冕 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賜給你的 只有上帝可以賜給你的 昨天我和這個會長 去到這個昔日部 做一個團賣 因為他們請了很多話 他們代表我們公會 就和會長去參加 我參加這個團賣的時候 那個詩儀一開始的時候 歡迎打咚打咚 打咚打咚 打咚打咚 打咚 打咚打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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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咚打咚打咚 但是這些只不過是地上的一個名譽 過了就不夠 但是上帝告訴你 我給你更好的生命的冠冕 你以後要拿的不是打咚打咚 不是打咚打咚 不是打咚打咚 你拿的是什麼 是生命的冠冕 是值得永恆的 是這個創造者永恆的上帝給你的 你看這位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會哭 原來上帝要把生命的冠冕 賜給我們 每天我們來上帝面前的時候 我們會攝受上帝所給我們的冠冕 這個是很好的事 但是我們要有忠心 知識忠心 最後的時候 我們要說什麼 最後就是十八節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法有義的就應當聽 大家知道今天你有耳朵嗎 有嗎 誰沒有耳朵的 有嗎 有耳朵沒有 有兩隻 有三隻 有耳朵的 有耳朵的 聽不聽 聽 知識忠心 今天你挫子裡有耳朵的聽 今天我們也要聽 你要聽 我要聽 因為在上帝的話語 他說什麼 得性的 必不受第二次的死 什麼意思呢 原來當我們講到死的時候 我們有兩個死的 一個是我們肉身的死 你和我都要經過肉身的死 因為我們肉身 七十歲八十歲 九十一百歲 一百二十歲夠不夠 不夠二百歲夠不夠 死不死 不夠二百歲 一千歲 不可能 變得妖怪了 千歲 有 一百二十歲夠 不夠 一百五十歲 很厲害 很厲害 肉身一定要死 但是千萬不要鬥第二次的死 第二次的死 第二次的死 是最慘的 為甚麼呢 因為第二次的死是靈魂的死 是永遠的滅亡 永遠的被丟到陰間 永遠的被丟到火候裡面 這是第二次的死 最可怕的 是靈魂的死 永遠的死 第一次你和我都要死 但是你千萬不要第二次的死 我們怎麼能夠死 第二次的死 因為我們自死中心 我們對神自己 保持那個損失的時候 神已經叫救我們 脫離了第二次的死 兩百五十歲